有阴阳眼的老人 黄山村口的一个破旧的茅草屋外 一个穿着破烂已经两并斑白的老人 处着拐杖拿着水桶朝屋外的水井走去 老人叫老方 不知道是为什么 老方走在去水井的路上时 路过的几个村民便悄悄的说着话 然后转头看了老方几眼又匆匆的避让开 好像生怕被吃了一样 自从他来咱们这个村 我们就经常倒霉 家里的东西一会儿又弄丢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偷的 真是鬼猫祸 路过的根城撇了老方一眼 用手指了指他 算了算了 咱们离他远一点就是了 如果以后被我们发现是他拿的 肯定找他算账 一旁的村民回道 不能就这样算了 根城撒开了一旁村民的手 快步向前去 他先是瞪着老方看了几眼 然后一脚朝水桶踢了过去 老方好不容易装满的水被踢得四肩飞起 老方的衣裳一下子就被打湿了 他气得看了看倒在地上的水桶 又看了看根城 你 你什么你 就是我踢的 不服 你起来打我 根城扯着嗓子喊 大声的叫嚷着 此刻老方感到心灰意冷 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好在一旁的村民劝说 根城才停止了这般胡闹 离开了 老方气不过 加上身上被井水打湿 回家后就生了病 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村子里 那个老头可能熬不过多久了 有他在这个村子里 我们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村民们笑开了花 悄悄的议论着 就是就是 要不明天咱们去看看 他死了没有 也好放心一点呀 村民们越说越高兴 好像获得了宝贝一样 这件事被村里的大宝知道了 他气得差点骂人 他转身对着身旁的妻子 小秦说道 你说 他们凭什么这样对方大爷 他也没招谁没惹谁呀 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 走 咱们去看看方大爷怎么样 说完 大宝重重的咳嗽了一声 大宝和小秦拿了点馒头 便朝茅草屋走去 方大爷 你好点没有 一进屋 大宝就跑向了老方的床前 老方咳嗽了几声后 微微的笑道 是大宝啊 我没事 一两天就能好了 接着 大宝把带来的馒头 递给了老方 方大爷 你还没吃吧 这里有几个馒头 你趁热吃了吧 听到这里 老方一下子哭了出来 你还是回去吧 我不想你呀 因为我跟村里人为敌 要是他们知道你照顾我 会找你麻烦的 方大爷 您说什么呢 我可不怕他们 您别担心了 快吃了吧 老方拿着门头时 眼泪随着掉了下来 这是他来到这个村里 第一次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忽然 门外来了很多村民 全是来看老方死了没有 大宝很生气 拿着屋里的锄头 就跑了出去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 这样欺负一个老人 今天我倒要看看 看你们想怎么样 要么从我头上踏过去 要么就滚 村民们见大宝这么横 觉得在这里逃不着好 于是都渐渐的离开了 从那以后 大宝和小秦经常来照顾老方 一来二去 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村里人都在背地里 说大宝是个傻子 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一年 这天晚上 老方坐在茅草屋外 静静地看着夜空 重重地咳嗽了两下 老方知道自己的身体 快要熬不住了 忽然 远处闪过了两个人影 一黑一白 老方神情凝重起来 因为他有着一双阴阳眼 自然看得见那阴间的鬼差了 只见白衣鬼差说道 哎 我说 这就是那个村 等过几天后 有二十多条人命 够我们忙活一阵了 黑衣鬼差回道 嘿嘿 对啊 再过几天 这村里要举办祭祀活动 嘿 那天晚上要起火 看来这全村人 恐怕都保不住了 到时候我们得来勾魂 不然 他们变成了孤魂野鬼 咱们可在阎王那儿 交不了差呀 说完后 鬼差就消失了 老方心怦怦地跳了几下 他很害怕 当晚就拖着盘身的身子 朝大宝的屋里走去 路上不小心摔倒在了一块石头上 老方觉得身子很难受 他想就此离开 但一想到大宝和小秦 老方咬着牙 还是爬了过去 来到大宝家的屋门口 老方用几乎断气的声音 朝里面喊着 大宝啊 我可能快不行了 你记住 过两天 村里举办祭祀活动时 你千万不能去啊 一定要记得大爷说的话呀 话才说完 老方就闭上了眼 离开了人世 大宝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这一切 他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扶起了方大爷 但是 大爷已经没有气息了 大宝哭出了声来 小秦也站在门口 哭得泣不成声 就这样 大宝替老方举办了葬礼 这一天 祭祀活动开始了 村民跑来喊大宝去参加 但此刻小秦下意识地拉了拉大宝的衣角 大宝 你记得大爷跟我们说过的话吗 他 让我们别去 大宝虽然不知道那天老方喊的意思 但想了想后还是决定不去了 村民们因此还数落了大宝一顿 那晚过得很快 等第二天大宝去看时 那个屋子已经烧成了灰烬 这一刻 大宝才真正地明白了老方的意思 大宝赶忙跑回家 拉着小秦就往老方的坟头上跑去 一下跪在了地上 方大爷 谢谢您方大爷 谢谢您救了我们